柯文哲根本就是想继续推动福贸 想让台湾的经济 被中国温水煮青蛙 欢迎来到时事会诊室 今天要讨论的是 福贸对产业的冲击 随着大选逼近 侯友宜和柯文哲阵营 陆续表达支持重启福贸 这让很多年轻人都非常担心 这个月7号 许多在美容美法业工作的年轻朋友 纷纷站出来 到立法院陈勤 勇敢表达拒绝福贸的心情 我们担心的是 我们未来的年轻人 其实会压缩他们的发展机会 保持美貌 拒绝福贸 保持美貌 拒绝福贸 民众的心声 我们都认真倾听 民进党的专睿熊委员 江友昌委员 代表民进党收下了这些诚信书 两位委员也当场点出 福贸的问题在哪里 我们有专业 我们有技术 但是我们很怕什么 我们非常害怕 交价竞争 江一话 还跟各位道歉过 说政府对这方面的评估 不够仔细 没有多听大家的一个意见 没错 中国商人为了商业利益 完全不顾品质的做法 早在国际间声名狼藉 但国民党和民众党 却帮着劣币驱逐良币 放生台湾自己培养的优秀人才 而且国民党在十年前 就承认没有做好评估 向大家道歉 现在侯友宜却要带大家重蹈覆彻 除了发现国民党十年来都没有进步外 我们也察觉到有奇怪的人混进现场了 民众党的发言人在接受成情的时候 当场表演了一段民众党的当家绝活 那就是多重人格 其实柯文哲党主席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在公开场合明确地表达过 他要重启服帽 我们希望先把监督的机制 先把它完善之后 再去谈后续有没有可能 先货帽再服帽 一下说从来没有提 一下说先货帽再服帽 是忘了切账号吗 结论很简单 就是柯文哲根本就是想继续推动服帽 想让台湾的经济被中国温水煮青蛙 让台湾的年轻人渐渐陷入低心和实业的流沙 相较于柯文哲假装关心年轻人 赖清德主席则是直接走到美法业的第一线 了解年轻人的需求 并且告诉大家 政府已经提供哪些实质帮助 从你学历史到店长这段时间 有没有通过什么困难 我只能说这条路上我困难重重 怎么说 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每一个阶段的 挑战 对 你们两个都有参加青年就业领行计划 有 有啊 我们都有参加 你们都有参加 政府不是只有推动青年就业领行计划 还有帮助企业跟学校 就是让你们在学校的时候 就学能够更实用 我们不像蓝白阵营光说不练 民进党政府保护年轻人的决心不会改变 请柯文哲和侯友宜 不要把重启服帽 拿来当作向中国示好的礼物 更何况专家已经告诉我们 现在的国际情势和十年前已经大为不同 所有的国家都要跟中国所谓的去奉钱化 它可以随时冻结你的这个产品的出口 或者随时制裁 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陷入瓶颈 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高的可怕 我们还要跟已经快要沉船的中国绑在一起 过去十年 台湾没签服帽 我们的经济依然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 不但股市大涨 税收有余 而且还和越来越多的国家交起了朋友 总之 台湾已经好不容易走出自己的路 就不要再走回一中框架的老路 重启服帽 等于把脖子伸出去让中共掐住 珍惜生命远离中共才是上策 以上就是今天的时事会诊室 带您关心国家大小事